文維業議員 這個意見 他以思寄情 亮相晴空展二步 星夜闖關左專拳 仆前繼後互東北 街頭項美撐公投 大家看看那些字就知道那句話 即是那個橫批究竟是什麼 公投剛剛開始 現在已經去到14萬人投票了 已經超過了當初預算的下限 法律顧問 我正式再動議案39 就這個37A的討論 因為現在講37A的問題 現在不是講東北撥款的問題 和先前提供這個 終止待續或者休會的議案是不同 我現在就37A主席意圖的裁決 提出休會 這個正式的動議 希望法律顧問了解清楚的分別 先前議員包括范國威議員提出的動議 是就這個東北撥款的項目 提出這個終止待續 我先前提出的休會 也是關於東北的撥款 因為現在主席給各位議員討論的 是就37A的引用處理 終止那個議員 就有提臨時議案的權利的問題 這個是一個獨特的問題 也是很複雜的問題 基於這個問題 很多議員未必明白 未必了解 也都過去是較少這個詳細討論 主席引用這個37A 即是說禁止議員再提議案 也都是在上次次提出 基於我們沒有詳細時間研究 也都沒有詳細時間討論 我正式提出這個休會 這個是一個和先前提出休會 所以就這個東北的問題的終止和休會 是兩個不同的 希望法律官員了解清楚 那個背後的精神和原則 希望法律官員答不回答 主席 已經很清楚了 我希望法律官員回答 主席 我不是要你回答 主席 我要求法律官員就回法律觀點回答 主席 我的時間來的主席這個是 我有沒有權要求主席 主席 你發言完畢 我請你馬上停止發言 因為我已經聽了法律官員的意見之後 作出了裁決 請你停止發言 如果你再發言 我會請你出去 好 下一位 是穆乃江議員 主席 主席 主席你要先處理那件事 你不就不讓他 你又不處理 不要用我的時間 我已經說了 已經做了裁決 這個裁決 不需要再請立法會秘書 或者法律顧問再作任何解釋 我這裡已經作了決定 休會動議 如果你再跟我爭論 我之後請你出去 好了 下一位 就是穆乃江議員 莫乃江議員 莫乃江議員 等他先說 我已經處理了所有的 如果哪位再發聲 我只能夠請他出去 我已經處理了 處理了剛才的問題 是 你等等我請秘書再補充一次 3千7條加上3千042 你慢慢看 請坐上去 是 秘書再一個簡短的 再一次的回應 主席 現在委員發言 就著主席先前 在上一次會議的裁決 停止處理37A發言 陳偉業議員 剛才根據會議程序 第39段 是想終止了這一段的發言 的討論 主席再早之前 其實已經作出了裁決 就說 他認為39段 是不會處理這一方面的議案 所以主席已經作了裁決 同意與否 這裏就不能夠保證每一位同意 但我已經作出了裁決 我希望大家不要和我爭論 哪一位再發言 我希望你先舉手 我看如果有需要的 我問了之後 我再作一個決定 湯家驊議員 議程文件的討論 一項就是優惠 第39條 其實都叫我們看回議事規則第40條 第40條 也都將終止待續和優惠 分開兩個不同的程序去處理 終止待續 如果你就算是通過了或裁決不適用 就可以繼續討論下一項議程 但是優惠就是優惠 就將我們這個會優惠 這個處理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 亦都根據我的理解 我們亦都沒有處理過這樣的動議 根據第39條 如果有議員是未經通告 提出一個優惠的議案 你是需要處理 你是需要容許議員發言 每次發言是不可以超過三分鐘 這個議事規則寫得很清楚 多謝你 我們剛才聽的一部分不是說優惠 所以現在 有終止辯論你等等 現在 我已經再和秘書和顧問都研究過 因為我們在說的不是一個proposal 是我的決定 是一個決定 所以我們是不會再處理 我剛才已經說了一次 因為剛才也說的39 是根據如果有proposal 有建議性質的項目 我們是可以針對它作為一個優會的處理 我作為主席 我決定了之後 我希望不要再和我爭論 因為我已經接受了法律貫民的意見之後 才作出這個決定 我不再和大家爭論這個問題了 我想講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你那個決定來執策 你是一個建議來這個法律上規程規程問題 簡單些 我問了 看看有什麼規程 張超雄議員 你簡單些說你的規程問題是什麼 很簡單主席很簡單 剛剛呢 剛剛呢 你就說不處理 陳志全議員 那個動議 就說終止待續 而基於這個理由呢 就說現在我們呢 這個所謂 建議呢 是以一個 剛才法律的顧問 就說 以一個 語境來看呢 都仍是談著 這個撥款的項目 所以這個 這個建議呢 基本上就是等於 我們一貫討論的一個事項 所以因為之前提出過 一個宗旨待續 所以現在你不再 處理了 這個是剛才法律顧問的意見 亦都是你裁決的邏輯 剛剛呢 陳偉業議員呢 就提出一個 優惠建議 你就用回同一個理由 就說 不可以處理 但是這個 這個項目呢 主席 我們是 未曾 在這個會 未曾處理過優惠的 你同一個邏輯 是 將同一件事 就解釋 調轉了 所以我覺得 你這個 你請法律顧問講清楚 究竟在這個語境底下 這個建議 是我們講的37A 還是講整個撥款項目 你 等法律顧問再補充給你聽 法律顧問再重申 主席 我再 容許我再澄清剛才所講 我 我是 沒有說 我所講呢 是 目前 在進行的程序 是主席 容許了委員 就著他上個會議 第三十七段 所作的決定 是表達意見的 變成 不能夠符合到 第三十九段 那個先決條件 就是 委員就一項建議發言事 那個程序的先決條件 然後才可以提出這個優惠辯論 優惠的 優惠的 優惠的議案 很清楚 已經是一樣 是 說那個不是一個建議 所以是一個決定的做法 所以一樣是不能夠 不能夠提出 所以我不希望大家再爭拗 一些已經明確了 澄清了的 下一位是莫乃光三分鐘 巫家華 有話要說 巫家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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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議員你還有什麼補充 因為我覺得法律顧問的意見 是誤解了陳偉業議員提出的動議 雖然你現在是說三十七A 但是我們也是討論我們議程的一個討論 就是撥款 在這個過程中任何時間 無論你談了什麼 有個議員說 就這項撥款要求要優惠 都已經符合了第三十九條 那個所謂前設 你沒可能說 因為在說一件事 就禁止議員 不可以在那段時間上 提出一個優惠的動議 你怎麼可能呢 如果他提出一個優惠動議 根據三十九 以及根據這個議事規則第四十條 你就要處理 你處理的方法也寫得很清楚 就是要每人可以容許發言三分鐘 然後去投票 我現在要求你根據我們的議事規則 處理這個動議 我答覆湯議員 因為法律顧問已經說了很多次 作為主席 我也要作一個最後的決定 委員就一項建議發言時 可無須經預告而動議一項 終止某項議程文件的討論 或委員會現職優惠的議案 不管是一個動議一個暫停的討論 還是優惠的議案 都是基於委員就自一項建議發言 現在我們不是就一項建議 是主席 是主席 對於三十七A的決定 由於有先前的有關委員 表達過他們不滿意 我有最後著情 給了一個大家對我的決定 發表三分鐘的意見 我們如果再在這裡 這樣來兜兜轉轉去討論 我覺得是沒什麼意思的 希望大家公眾也聽得到清楚 我現在就再給時間給莫乃光議員 去發表他三分鐘 不要再就著這個問題再討論 我希望大家也都清楚 莫乃光議員 我很合作 是否說完三十七A 議員 又可以做更多 總而言之 就著現在我這個是一個決定 不能夠作出一個優惠的決定 這個決定是由我已經根據有關文字 根據法律顧問的意見作出了 如果再和主席討論 我覺得這個是不適合的 好 請莫乃光議員繼續發言 不要再浪費大家時間 現在正在跟著議事規則 不要再跟我爭論,好嗎,郭議員